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三个步骤就可以实现 首先我们用一个纯色给画面铺一层底色 然后用两头尖的画笔选同样的颜色在这块边缘给拉出一些长短不一的形状 作为第一层好的剪影 在新建一个图层用浅些的绿色画出第二层 接着选择更浅一些的绿色少画一些让画面的层次更加丰富 然后把下半部分颜色用偏暖一点的黄绿色加深一些 接着再把这几个图层复制一组合并 用滤镜里的模糊处理一下 再新建一层就用深色一点的绿色画出近处的层次 这样画面就会有众生的感觉 可以给画面增添一些被风吹起来的小草呀 画面瞬间就变得灵动了起来 接下来就到了注入灵魂的时刻 再猜是什么 当时打光呀 可以想象一下镜头光运的感觉 用柔边涂层画出光跟背光的感觉 嗯 这样子就画完了 像这种大平原上的草坪呢 画法依然很简单 先用深浅不易的绿色画出草坪的底色部分 然后呢在色块的边缘选用和色块一样的颜色 用笔画出一些小草就可以了 同样的方法呢 每个色块都这样 其他的颜色在色块边缘画一些小草 不用画太多 可以再加一些小草丰富一下 这样就完成了 另外呢类似毛绒质感的物件 我们也可以用整个路来画哦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种树 看到这样的树呢 很多同学直接抄起来一个 叉叉大神同款树叶笔刷就开始了 然后画完之后呀 不清开始 这什么垃圾笔刷啊 虧我还花这么大的精力搞来 我又要说一句话 不是笔刷的问题 是 嗯 呃对 画这种树呢 首先要先把树概括成铁块进行理解 看起来形状很复杂 其实呢就是 嗯 放大版的 鸡兰花 大家这样理解就可以了 这两个的共同之数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这些都是一个一个小球 叠在一起组成的大球球 如果光从左上方来 那么右边就是暗部 把每一个小球的暗部都画上 对右边的基础呢 可以再加深一些 然后呢再画灰部 靠近光源的地方呢 我们用亮一些的绿色画上去 接下来就是让它看上去更像树 怎么样才能更像树呢 可以用到树叶的笔刷 当然也可以用尖头的笔刷印好 把边缘呢都加上叶子的轮廓 先从亮部的色块开始 慢慢的把每一个色块都加上叶子的轮廓 那树的感觉是不是立马就来了 最后用亮一点的绿色呢 给它画上高光的部分 完成 嗯 好了 回归本质的这些绘画小技巧 大家有没有get到呢 留言想要看什么 说不定下一期就是为你定制的主题啦 家人们留下你们的小星星赛索 这就是鬼话连篇 下次再见